在兩年之內,英國和日本都發生了令人震撼的政治大事 英國首相約翰遜被逼供宣布辭職下台 而日本的前首相安倍晉三,亦被暗殺身亡 這兩件事的主角都是近年比較罕見的強勢魅力營領袖 而他們可以突破傳統框架的能力,並不是一般政客可以取代 無論是哪些人在台面上都好 我們很難在短期之內看到Boris Johnson和安倍晉三的替代品 正正因為這樣,他們這次分別下台和離世才特別令全世界關注 究竟這兩件事分別會有什麼心願的影響呢? 我們先說安倍晉三被暗殺這件事 日本在二次大戰之前,亦都一度出現過暗殺政治人物的風氣 通常都是軍人、暗殺、民人、首相 認為他們不夠勇武、不夠激進等等 譬如說犬養魅首相被暗殺 這類事情是直接令日本進一步右傾 但是二次大戰之後,日本的政局已經是相對平和了 亦都不再像戰前那樣可以有太多激進的可能性 而戰後唯一被暗殺過的首相就是安倍晉三的外公 岸信介 而岸信介也是吉田茂之後的一個強勢首相 曾經做過戰犯,但又被暗殺 都大難不死,固然是傳奇 而到了安倍的時代,暗殺聽起來已經是很遙遠的事了 他在日本政壇是殿堂級的實權人物 家學淵源也好,自己的權勢也好,都不是一般的過氣手上 可以相提並論的 所以無論行空者的真正動機是什麼,影響必然是深遠的 安倍晉三是連續任期最長的日本首相 兩年前才主動退位,而當時民王依然是很高 政績也叫做多好,安倍經濟學是影響了整個日本經濟的復甦 而他退位之後依然是積極問政 這種影響力好像太上旺了 他目前依然是日本國會最大派系安倍系的領袖 這個派系即是清和政策研究會 正正是源自他外公岸信介的時代 歷代的領袖也有比較穩定的親美、反共等等傾向 支持軍隊的發展,支持所謂的普通國家化 這些意識形態立場,歷史是很悠久 所以相信是不會因為安倍不在而瓦解 而他的繼任人為了顯示實力 相信短期之內只會更加堅定走安倍晉三的路線 但是這個安倍系當然要改名 也沒有了他這麼超然的地位 這個派系要制行現任首相,岸田文雄的動機反而會更加大 那會不會自民黨內部出現新一輪的權力鬥爭呢? 但是這件事已經是相對的次要 安倍的死會有更加即時跨國國際性的影響 我們看到安倍晉三 無論是在台上還是下台之後 都是很繼承家族傳統的理念 有強烈的使命感要推動日本修改和平憲法 而這個夢可以說是繼承了幾代人的夢 而所謂的普通國家法也是安倍給自己的天賦的使命 而且在外交上安倍是對台灣非常非常友善 台灣遇到什麼事情 特別是他離開了崗位之後 是義無反顧的力撐 而他對中國就非常反感 安倍成為了日本的太上皇之後 反而是比在位的時候更加放手去推動這一條路線 他的名言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正正是他這段時期廣為人之的話 也影響了日本對外的 特別是對台的政策 沒有了安倍晉三 日本政壇還有沒有這麼重兩級的人物 願意這麼義無反顧地去挺台灣 當然是很難說的 現任的手上岸田文雄是明顯希望去打經濟派 外交上是比安倍所謂的穩陣 也比較少去說國安 譬如說現在的選舉他拉票的時候 通常他就是講經濟 而他所委任的外長林方正 更加是被視為所謂的知華派 而台灣要找到好像安倍那樣的神主派支持 可見的將來並不容易 當然了 岸田文雄雖然是要走自己的路 但他也不是反對修憲的 在參議院的選舉 修憲本身正正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 根據日本的憲法 修憲是需要參眾兩院都要多過三分之二的多數票通過 這個門檻是非常之高的 在以前日本的左翼還是勢力比較大的時候 基本上這樣的比例是不可能出現的 但近年整個日本政壇都是向右傾 目前支持修憲的眾議院議員 其實已經超過了四分之三 這個是相當驚人的數字 如果參議院都可以達標就可以走下一步了 本身根據民調這個優勢並不容易出現的 但安倍被殺會不會反而有了一種吹票的效應呢? 如果是做到的話 這個安倍的心願通過他的死而達成 也確實是悲壯 當然這個是後話 做不做到 什麼時候做到 我們不知道 但這個方向似乎是大勢所趨 除了對台灣友善 安倍加鵬之後 亦都有不少更加顛覆性的外交主張 這些在二任手上誰做都好 都很難去說出口 但當他不在那個位置就不同了 譬如在湖南戰爭爆發之後 安倍提過日本和美國應該共同融合 就免得戰爭要出現在日本 這個才是有效的阻嚇作用 這個提案是很少數正面挑戰日本戰後的 無核三原則 他提出了這樣的建議潮野加以討論 就是一個慢慢改變的醞釀協商 安倍也提出要增加日本的軍費差不多一倍 希望日本是成為美國中國之後的第三大全球軍事強國 而安田文雄就是希望審慎理財 當然我們可以說 這個都是他們現任前任之間的分工合作 有些事情現任是說不到的 安倍的辛亂就可以去說了 這些改變不可能是殺那奸的事情 但真的需要醞釀協商 安倍的輿論道向就可以做到這種效果 它不再存在 就算有個別的議員提出這樣的意見 坑間都不見得會很認真看待 雖然日本對華政策 相對強硬的趨勢應該是不會容易出現新的變數 但是 安倍晉三可以破立 可以提出很多新的建議 這一種是精神領袖的崗位 沒有了他的角色 日本的外交行為的可測性就會比現在強很多 而另一方面 日本對槍系是有嚴格管制的 但是這次安倍晉三還在他保鏢在場的情況之下出現了致命的意外 那當然 就是會令到日本重新加強各種的安保 而這個本來就是安倍系的基本意識形態 雖然在國內加強這些安保措施 和外交上的普通國家法是沒有什麼直接關係 但是主張加強安保通常就和對外強硬是和那一派的意見 而日本人在太平盛世的危機感也會隨之而增加 日本近年是有一些所謂無差別襲擊的傳統 譬如說 發生過秋葉原的無差別襲擊 又發生過京都動漫社的大火 死了三十多個人 裡面的行空者都是所謂的社會邊緣人 有很多被壓抑的情緒 這些問題得不到解決 那麼當安保措施更多的時候 會不會反而製造更多這一類人的潛意識的壓抑反彈呢 我們不知道 但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日本人的太平盛世可以說響起警號 所以從結果看本質 日本進一步右傾的大方向是難以逆轉的 但是作為一個主要的推手 能夠不斷提出新意念的精神領袖安倍晉三被暗殺 就好像美國沒有了特朗普 英國沒有了Boris Johnson 就算政府基本路線不改變 但是他做事的效果、手法、外交上都會很不同 這樣安倍的死誰是最大贏家呢? 而同一時間英國發生的事情 雖然是不能與死相提並論 但是那個震撼和對世界的影響 也都很有異曲同工的效果 Boris Johnson 可以說都是一位未力營的領袖 雖然他的辭職更多是由個人因素而產生 英國的結構性問題也都不像 因為這樣而會有任何的改變 但是肯定也都會帶來不少外交的影響 楊漢遜辭職的導火線就是重量級的內閣成員 財政大臣、衛生大臣等等去辭職 迫供 之前內政大臣、交通大臣 即是整周 加上五十多個高級官員已經辭職 在英國的內閣制度之下 他已經很難找到合適的人選填補這些空缺 而這群人辭職的導火線就是保守黨的副黨邊 出現了他的性騷擾的醜聞 再加上Boris Johnson本人在疫情期間的派對們的醜聞 就令政府陷入形象的危機 這類的醜聞令他突然之間下台 和日本那邊的巨變都可以相提並論 但我們又要這樣看 尹漢遜從來都不是以一個道德性人的形象均臨天下 醜聞對他來說本來是不會致命的 畢竟他剛剛才捱過了這個所謂不信任的投票 而保守黨內規定一年之內不可以再逼供 本來是以為守得雲開 致命的就是他處理這些醜聞的時候 涉嫌說謊、知情不報、誤導公眾、操控調查人員等等 正如所謂派對門的致命也不是說他開批 而是他本人就是沒有知情地 而是他本人有沒有知情地所謂knowingly去誤導調查 在香港我們已經覺得比較陌生的文明國家 他們的規範當然跟新香港是不同的 如果是一個政客斷政失去了誠信 不單止政治的生涯受到重創 甚至可能會有法律的責任 保守黨員擔心下次選舉是會攬炒 於是就割席換人 而英國的民間也都是希望換人 這個是民調顯示 但就源自於另一個層次的原因 就是近來架飛像 古荷蘭戰爭的能源危機 政府加稅等等 由脫路工人去到律師都在罷工 這樣的氣候自然不容易被政府得到高的民望 但這些問題 無論是來自疫情也好 戰爭也好 基本上都不是Boris Johnson政府的責任 都是結構性的議題 正如安倍晉三在日本做了這麼久手上 將整個政壇推向右翼的方向 改變了外交比較保守的立場 而對中國的態度越來越強硬 亦和美國的關係越來越密切 約翰遜在這方面 亦都有他的很大的功勞 有英國的評論認為Boris Johnson沒有方向 沒有理念沒有政績 只懂得用民粹方式操控選舉 這個明顯不是事實 他的政績客觀上確實是相當亮麗 以及是有前瞻成的 他帶領英國去脫歐 這個就已經完成了前任政府做不到的大事 而脫歐之後 他通過烏克蘭戰爭強化英美同盟 在歐洲來說成為了最支持澤連斯基的領袖 顯示了脫歐之後的新國際形象之餘 其實都幫英國的軍工企業帶來機遇 這樣絕對不可以說是沒有軟件的 英國也是很早制定了 群體免疫處理武漢肺炎的國家之一 通過與病毒共存的策略 開始比較早出現了經濟有限度的復甦 至於他接收烏克蘭、阿富汗、乃至於香港的移民 其實也是局部有效填補了脫歐之後帶來的 廉價勞動力不足的問題 而我們都相信BNO5加1的計劃 會被歷史證明是他的德政 當然英國有很多問題是來的 由出生率的問題去到蘇格蘭醞釀獨立公投 去到北愛爾蘭邊界問題死亡復然等等 但是這些問題都是幾百年以上的歷史問題也很難怪到宇漢遜身上 雖然無論誰繼任英國首相 下次大選誰黨當選 英國都不見得可以走全新的路 但是Boris Johnson這個時候落台 外交上就一定會有不少的漣漪 特別是在烏克蘭戰爭之後 俄羅斯一直相信西方國家會首先頂不住 因為他們是民主政體 只要戰爭持續下去 西方對俄羅斯的制裁反而影響到自身的經濟的話 他們的政府支持度相當可能就會下滑 而今次英國發生的逼供 部分民意的支持也都顯示到 普京這種預期也是部分不幸嚴重的 本來西方的政客近這幾個月來 是有一些比較模糊的默契 英國國內也是的 就是不會用烏克蘭戰爭帶來的危機去爭選票 去顯示自己是全力支持烏克蘭 但是約翰遜畢竟是被逼供下台了 多多少少都會令這種默契得到一些鬆動 亦都令一些有心人覺得原來民意這樣可以滾動的話 那就是說對烏克蘭的支持也不是無條件 也不是那麼堅定 俄羅斯可能就會是最大的贏家了 我們看到安倍晉三的被殺也好 約翰遜被逼供下台也好 應該是不會改變最根本的外交路線的 但是會不會令到未來他的對手 比較容易去處理英國和日本呢? 因為他的繼任人 頂多只能夠消規曹徐 但要再有突破性的發展 就很難有這樣的魄力和視野 在現代的民主制度 一個政客通常要經過很漫長的浸淫才可以去到最高的職務 而這一類的政客去到那個職務 依然願意或者敢於破格 帶領一個全新的方向 而不是官僚式的恩秦 就更加不容易 在這個角度看 安倍晉三和約翰遜 都是這一種很難得出現的 成先啟後大時代的領袖 就好像美國前總統特朗普一樣 無論喜不喜歡他 都很難否定他是為美國政壇 帶來翻天地覆的改變 而他的一些基本立場 例如對中國的態度 也都改變了美國整體外交的方向 所以這兩天的巨變 絕對不是一個人兩個人 在政壇的消失那麼簡單 是可能根本影響到我們的大時代 雖然陰謀論是不足取的 但是客觀現實就是 這兩個人在政壇 這麼重要的崗位那裡消失 究竟國際關係上 對什麼人有好處呢? 相信日本內外、英國內外的朋友 都會心裡有數 最後希望安倍晉三可以安息 相信他到日本的貢獻 一定是會被日本內外的朋友名記 也都希望約翰遜 作為一位未力營的領袖 都有捲好從來的一日 畢竟這一類的領袖人物 在現實世界已經是可遇不可求 下集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